第四位 近幾年外送平台崛起 業者大多打著夥伴關係 招募外送員 主張承攬而非雇傭關係 這樣一來不但可以勝去勞健保等企業責任 連外送員發生交通事故 也只能磨磨鼻子醫藥費自理 但承攬關係可不像一般雇傭關係 雇主可以對勞工進行指揮、監督等行為 福片大外送員向蘋果新網抱怨 福片大今年6月無欲僅從實心製撞為承攬之 用承攬規避企業責任 還變本加利約束外送員 上班不能抽菸必須穿制服 但福片大根本沒有這個權利 福片大回應 與外送員是合作關係 不是員工 確實又建議外送員 承攬訂單時 不要有抽菸、攪檳榔等行為 會扣除服務品質評分 影響接單的權利 甚至暫停接單 另一家業者UberEast也說 合作外送夥伴是UberEast 合作汽車貨運業者 旗下的服務承攬工作者 並非UberEast所雇傭 這也是目前外送平台的普遍做法 不過台大國發所副教授 辛比隆說 雇傭關係不是平台業者說了算 若雇主有排班或派送工作等指揮監督行為 員工可以向雇主主張雇傭關係 國內誰槓青年、群眾外包等 接案形式越來越多 辛比隆也呼籲主管機關 應確實擬定雇傭關係 臺灣我們目前是沒有開放個人交保 我們要取得這位保險的一個資格 如果你沒有一個固定規則 你就必須透過職業公費 對此勞動部回應 目前正在擬定 偽裝承攬認定參考原則 預計在今年底前 能夠訂出判斷標準 並加以實施 勞動部職安署 近日則要求 外送平台業者 提供現行食物外送員安全做法 會整後將訂定食物外送作業安全指引 供外送業者遵行 確保食物外送員勞動安全